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我們所做的這個動畫 像這樣子 那它所產生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等速度的 今天如果你想要變不等速度 甚至我要開門又關門,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如果你沒有用這種方法 你開門關門 比如說我到這邊開 到這裡開,然後到這邊又要關 我現在要再做一次 事實上我可以先做一個給你看 你要開門關門,很簡單 這樣 這樣 我現在做的是左邊的門 所以我們來看看 你看 打開,有沒有要關起來? 打開,又關起來又打開 所以你關鍵的不就要用很多 我會用那邊去控制 重點是你這個圖你要了解 這個圖你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我先拿從這個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你要先了解就是我們在下面 下面它的單位是什麼? 是領格 下面是什麼? 移動 五間動態完成的百分比 就是這個動態完成的百分比 你就說從你第一格到最後一格 它完成的這個程度 那你先看一下 今天如果要把它變成這樣 如果要把它變成這樣 如果要把它變成這樣 請問這樣的結果會變怎樣? 就是那個動態的結果 會變怎樣? 會變得比較快還是比較慢? 所以我們就來畫線 你來試看看 你看我們來畫個線跟你參考一下 你看我用這一點來對 對好的 大概第15個這一點 對到這邊你看這裡 我用這兩方是對 你看 本來我們的是A這一條 對不對? 這是新的B 本來的話 我們在A來講 它在這邊 是不是在第15個 差不多完成百分之快四十 還未達百分之四十 對不對? 可是呢 新的 在第15個 就完成了快百分之八十 有沒有發現? 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前面大家都是15個啊 可是你完成的比較多 你完成的比較多 就叫表面跑的比較快 這樣我看得懂的嗎? 所以這個概念會變什麼? 當開始比較快 然後呢 在後面的時候 為什麼? 你看喔 在後面的時候 到這邊 從這裡 從第15格以後 到第四十格 它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左右 有沒有 因為只剩百分之二十還未完成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在這裡 在這一個 我現在還有百分之六十還未完成 對不對? 所以我的 新的這個 但後面是不是一定要變慢? 我慢慢走就來了 聽過高度下場的故事 對不對? 他剛開始就先睡覺啊 但後面才想到要趕快跑 好 那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呢 這個就是 我現在查查你喔 如果我的部分這樣的話怎麼辦? 他的結果為什麼? 前面是比較慢 後面趕快舉起直升啊 了解了齁? 所以 今天如果有這個點 你不要了 你就拉到外面去 等一下 按右 他點擊力的就好了 點擊力的就可以了 那 你看我剛剛 為什麼他會痛? 我剛剛是用這樣 你想看看喔 本來我到這邊是完全百分之百了 可是他這裡只剩又百分之十 所以有沒有要代退回來 因為賺下來了嘛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你利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控制它動化完成的百分比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清楚了 那就給你玩看看 要補充一下 你在這邊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都不會動 有沒有 有些網友會想說 奇怪我們在這邊好像也有一個播放的面板 那個叫做什麼 工具裡有一個控制器 有沒有有一個播放的面板對不對 那我都不叫你們傳說這邊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播放看看 有沒有發現還是不到 因為怎麼樣 它是一個影片騙站 好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是一個影片騙站的時候 你看我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手邊 這裡是一個影片騙站 影片騙站 你如果用單單的方法 叫做影片騙站 播放的時候 它是不會把那個動畫播出來的 所以我們才會無疾跟各位強調 你今天更要看到最後的結果 請你來這邊 有沒有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 你知道那是看不大的 好 那你說真的就在它哪裡 有 你看吧 嘟嘟兩下 嘟嘟 你看這裡 這裡沒有 一點點 我們看這個 看這個比較明顯 這樣有沒有到 所以你倒背兩下之後 就進到那個圓件裡面 就進到那個圓件裡面 那如果你要離開 就從這邊再把它離開 就回來 就回到外面 這個是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